有一天晚上 我站在斑马县的旁边就被车给撞了 她以为我是绿灯 最好的闺蜜 在背后叫我绿灯侠 女性脸上发出荧光绿 诉说自己敷完 含荧光机灭膜后的惨痛遭遇 看似夸张的新闻脱口秀片段 还真的发生了 全脸都是蓝的 就跟那电影里的阿凡达一样 而这一切 其实都是劣质灭膜惹的货 湖北有位16岁男生 路边乱买25块台币的去斑面膜 因为里面含有荧光剂 她用完之后脸上竟然泛蓝光 市售面膜品质参差不齐 有些标榜立即美白效果 更隐藏安全疑虑 它其实并不是说减少了那个黑色素 只是说它这层荧光剂附在了脸上 然后让人那个视觉上 感觉瞬间增白了 专家表示 荧光剂反复洗不容易洗掉 在脸上效果比较长 一旦进入体内 需要透过肝脏代谢 长期下来 可能造成肝脏负担 危害健康 记者综合报道